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若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对 番茄惠三鲜 就是三个海鲜 然后我们用蛤蜊跟袋子跟虾仁 然后番茄我是用牛番茄 绿色的牛番茄 对 没有 红色的 我今天是用红色的 这个黑鸡蛋有没有 这个就拿来煮汤最好吃 还有番茄炒蛋 一定要有一定酸酸的 番茄炒蛋才会出来 那我今天就是做一个类似番茄肉酱 那个肉酱就是番茄跟肉酱下去搅 就是肉下去把它稍微炖一下 它就变成这个味道 然后我们在炒的时候很简单 我们先把蒜头就是切大块一点 然后一点点的油 那油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蒜头下去 好 蒜头让它爆香 对 让它爆香 它有香气上来之后 我们就一一的把我们的那个 菇类酱下去炒 因为菇类炒一下 它才会有香味 好 那我们来菇类下去炒 好 番茄事实上搭海鲜 或者搭肉类都很搭 对 对 对 你看意大利的那种红酱 这个肉酱也是搭番茄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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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台湾这个有些人吃牛肉面 喜欢番茄牛肉面 对 对 对 所以它海鲜跟肉类都很百搭 因为番茄在烹煮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个技巧 就是要把它炒热 OK 那因为生的生的有生的营养 那你炒热的时候 其实它的那个甜度 跟它的那个释放出来的切红素 非常好 可是因为在炒番茄 唯一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放一点油 好 如果你没有油的媒介 你下去炒的时候 番茄会焦 因为番茄会带一点糖 那你如果用一点点的橄榄油 用一点点的葵花油 下去炒的时候 它的香气会很香 好 可是通常 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个就是炒蛋 蛋炒饭 到底先炒蛋还是先炒番茄 这个就很好玩 那有的妈妈就说先炒蛋 可是蛋的硬了 番茄就不好吃 也是硬 所以原则上是要先炒番茄再炒蛋 对 我们叫做番茄滑蛋 它是最好吃的 对 对 对 那通常你要看到 什么叫做切红素 你会看到我们的番茄 会产生有一点点的沙沙的感觉 有没有 这边 对 有一点沙沙的感觉 然后你闻到番茄的香味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很浓郁的味道 好 然后这个锅子 我们就是下去煎一下豆腐 让它有点点香气出来 然后等一下下去煮的时候 才 味道才会好吃 好 我们现在是锅子里头 有传统的豆腐要煎一下 对 对 对 好 其实有些海鲜 也是煎一下 入锅也比较香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就把虾仁 我们虾仁今天用 一般的手剥虾跟一般的虾仁 都一起下去 对 虾子我今天放的比较多 那我之后一起下去煎了 好 我们放一点油下去煎 然后这里面在炖煮的时候 它的整个香味上来了 而且番茄水分多 其实它那个烧了之后 就会出水 对 对 我放 师傅现在放的是萝卜切丝吗 对 萝卜丝 因为当季 好 我们让它纤维纸多一点 然后这时候 你就看到整个锅子 有一点点稍微红色的 对 然后这是我们炒的 番茄肉酱 那你这下去炒的时候 它的那个香味就上来了 那这时候我们加差不多 一点点的水 下去泡泡煮一下 好 差不多两碗的水 好 好 那这时候我们盖上锅盖 这边让它煮一下 炖煮它 对 对 对 然后这边海鲜 就慢慢地稍微把它煎香一下 好 我们师傅同时间干贝也下去煎 对 下去煎 这是生食的干贝 稍微煎一下 让它香气出来就好了 师傅今天这个非常的豪气 没有 因为现在买这个生食的干贝 比较平价 比较平价 就是有一点降下的材料 教给大家怎么样去制作 好 这个几乎都日本进口的 对 几乎的 然后你那个不要煎太久 因为煎太久 它会可能 太老 太硬 然后这个一样 我们下去把它稍微 就是让它煮开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煎香的来 倒过来 倒过来 然后把所有的甜分都在里面 好 那同时师傅这一锅海鲜锅 好香喔 对 那它炖好了之后 它的整个味道都出来 加上一点点的酱油 就简单的去调味就好了 然后一点点蚝油 去综合它的海鲜的味道 我们海鲜也有点咸度 下手不要太重 然后最后就是一点点的米酒 差不多两大只 然后蒜苗 蒜苗很适合搭配锅物 这个就是一般冷的时候 就是做一个炖锅 然后一点点的胡椒粉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华师傅这道蕃茄会山鲜 其实它基本上 我们看到它选用的三种 蛮新鲜的一些海鲜 包括生时期的干贝 然后大蛤蜊 还有这个虾子 它把这个海鲜的鲜 完全融入在汤里面 我以为说吃外面这一料 已经很好吃 结果后来喝一口汤 哇 更惊艳 它把这个香甜全部融入在里面 而且蕃茄真的是百搭 不管是煮肉 三个料理 柯师傅的料理 肉也非常好吃 海鲜的话 哇 也是非常的好吃 所以其实在冬天的时候 来喝一碗暖暖的番茄 炖煮的汤 哇 真的是非常好 那其实冬天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高血压